今天的热点透视要带您聚焦 夏天到了这是首摇饮料的旺季 但董事基金会的调查 发现22间连锁的首摇饮品店的品牌饮品发现 实际测得的饮料热量和糖分 跟现场标示的差很大 像是有某个品牌的红豆珍珠鲜奶茶 实际测得热量是标示值的将近7倍 相当惊人 只是现行法规 只规定业者必须要标注糖的添加量 还有热量 但不包含了椰果和珍珠等配料 所以董事基金会呼吁食药署 应该要修正法规 让消费者一目了然 获得正确的资讯 夏天来杯首摇饮清凉畅快 不过喝下去的热量 恐怕比你想象的还要多 董事基金会调查 大台北地区22间连锁首摇饮品牌 共169款饮料发现 实际的含糖量还有热量 都跟标示的差很大 含配料的饮料 其实基本上的热量含量都比较高 然后甚至也可以到达 就是500大卡左右 像是知名品牌的红豆珍珠鲜奶茶 实测热量是标示值的将近7倍 或是其他家的波霸厚鲜奶 黑糖珍珠鲜奶 或是紫米奶茶等等 实际的热量都是标示值的4倍以上 还有三家业者没有任何标示 可以开罚 目前那个食药署的罚规里面 只有规定是要把那个糖量 就是添加糖的量 还有他所含的热量表示出来 是不含这个配料的 野果粉圆红豆等等配料 根据目前的规定并不需要标示 也难怪实测算出来的总热量差距大 对此食药署标示会严拟修法 标示清楚额外添加的糖量之外 他还要标示清楚是不含配料 不可以让消费者误解 那后续我们会依照法规的程序 进行修正公告 另外成人每天糖分摄取量大约是50克 但是像一杯蜂蜜柠檬芦荟 含糖量有86克 喝一杯就超过上限 而洛神冰茶苹果醋等等 含糖量也都超过50克 平常以为相对健康的饮品 恐怕让你不知不觉喝下过多糖分 这有铃铃铃铃铛开发报道